染墨惠军衣、成毅、李沁强抢联手、宣露、邓魏加盟、娱乐圈新热点。 近几年,伴随着古装IP改编剧的盛行,凭借琉璃一战成名的成毅,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, 他不仅有着出色的颜值,自身的演技更是无可挑剔。 2011年,成毅首次踏足影视圈,凭借在青云志中饰演的林晶宇一角广受关注, 随后在2020年参演的电视剧《琉璃大获》成功。 从那时起,娱乐圈中多了一位近一线的男演员。 成毅大火之后,获得了影视公司提供的更多资源, 张宇熙、宣璐、岑顺熙、肖顺瑶、陈都灵等多位人气演员合作, 共演了与军歌《陈湘如谢》、《山河月明》、《陈湘仲华》、《莲花楼》等近十部新作。 伴随着莲花楼成毅的人气得到翻升, 近日一则在演古装新剧的消息,更是热度拉满。 成毅、李沁领衔主演、宣璐、邓魏强势阮莫会军一开启。 如今,暑期档已经正式收尾,各大平台的热播好剧也相继收官, 接下来要做的,便是今年下半年代拍新作的启动了。 其中,一部名为《陈莫会军一》的做极高的关注。 《陈莫会军一》的定位是一部类似古装大男主的作品, 该剧之所以备受瞩目,一众人气主演的名单公布。 近日有消息爆料《陈莫会军一》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开启, 而成毅便是首先相邀的男主人选。 一线女星李沁也被曝出了强势加盟女主的消息。 关于成毅的介绍,以上已经说得差不多了。 而对于李沁这位颜值、演技,想必不少观众也是十分熟悉的。 作为90后新一代女星的领军者,李沁自出道之后相继主演了不少的剧作和角色, 质量都极佳,近几年更是一月成为当红一线。 此次,李沁以女主的身份加盟这部正在筹备的《陈莫会军一》, 又是首达人气小生成毅,必然都是潜在的爆款。 除了成毅与李沁之外, 这部《陈莫会军一》还邀请了另外两位人气主演的加盟, 一位是新近人气小生邓位。 宣璐作为出道多年的一位实力小花, 只是因为前期的资源不佳, 所以在一直不温不火。 不过,近几年, 伴随着陈情令与军歌且是天下等剧的热播, 他的发展极为可观。 邓位虽然出道时间不长, 距今也就两三年的时间, 但是凭借丰富的影视剧资源, 也是获得了不少粉丝的认可。 此次, 他们二位携手加盟这部即将启动的《陈莫会军一》, 无论是在质量还是人气上, 都会为该剧提供多一。 目前, 有关该剧的筹备已经正式开启, 一众主演的人选也相继得到了公布, 大致的启动时间在11月初, 相信很快便会出现更为准确具体的资讯。 不妨持续关注一下。 传递出备受期待的电视剧《阮莫军一》的消息。 作为主演, 成义和李沁在之前的作品中已经有不俗的表现, 他们的加盟在这部剧中也备受关注。 此外, 宣露、邓伟等实力演员的加盟业增加了该剧的感染力和感染力。 这部剧的开启意味着观众可以期待一部精彩的作品, 其中将有成义、李沁等优秀演员的出色表现。 同时, 他也将为观众带来新的故事情节和情感体验。 这种合作和演员阵容的搭配将有望为中国电视剧带来新的亮点, 值得期待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